死亡开始出现 当落石五被杀死 秋石六找到另一个玄武之际 猫与玄武的单方面攻杀 也在此刻开始 颠覆 可眼前的情况究竟要怎么分析呢 不行 只有我一个人的话 还是不行 这个口哨有点模糊不清了 像是找到了破解之法 又像是没有找到 四哥我们也下去 有点不妙 这场击杀持续的时间太久了 周围已经陆续出现人影 虽然在监目的笼罩下 人们很难发现这个地方的动静 但急到造成的慌乱 影响实在是太大 七哥 时间不多了 可能需要再快一些 现在只能希望白酒的计策 能够奏效了 容貌有点和玄武相似 可似乎比玄武小了许多 只是不知道是不是玄武 这也太诡异了 我不仅在一个诡异的空间里 实现了穿梭 就算假设我刚刚所在的空间 与全世界的空间都连通 那姑且还可以理解 可现在算什么事 如果眼前这人 真的是玄武的另一个年龄段 那岂不是代表时间 也可以连通吗 九姐 能听得到吗 我能听到 他们都去开会了 石哥 我现在好像情况有点被动 不知道该做什么 那你可真是问对人了 我是什么也看不到 只能听到 你从我大脑里发出来的声音 要不然 我给你说段书品姐姐们 石哥 我还是心灵了 我等九姐回来吧 要不你去跟人聊聊天 都已经到了这种时候了 藏着有什么用 聊 聊聊天嘛 是说那种聊天嘛 我现在直接走出来 拍拍她的肩膀后问一句 你好小姑娘的那种聊天嘛 其实 也可以用呆 要怪开头聊的 行了行了 石哥 你好好休息吧 这 吃的是 玉米心吗 这种吃法 和生吞玉米心 有什么两样 坏了 这个人肯定是玄武 实在不行 只能和他拼了 你这是 在做什么 是 是我偷的 还还给你 好大的力气 在茂木和风掌的控制下 还能有这么大的力气吗 王八 你不会疼的 这封女人 王八 有没有感觉 现在的她 更像是某种动物 动物吗 我说不上来这种感觉 此时的玄武 就算看不到脸 但也能感受得到 此时的她 就仿佛一个杀戮机器 只知道杀戮 九姐 再不抓紧的话 咱们可真的就要交代在这里了 十一 不用催小九了 反正也快到烟灭日了 我留在这里就是 八哥 你 这种当英雄的感觉 可真是太好了 平时你们都叫我王吧 到这种时候 都会叫我八哥 要不能因为我叫你一声八哥 你就可以装起来了吧 谁 谁装起来了 自己死了算是怎么个事 要死的话 我也可以帮帮忙的 小僵尸身上还有你的妄忧呢 你可别被打死了 被打成残废就可以了 有道理 残废好 残废的话 十哥就不用死了 你刚才是在吃这个东西吗 我 我已经还给你了 我以为没人要 在 在那边捡的 这东西 是不能吃的 你不知道吗 是 我不吃了 我靠 我倒不是这个意思 你要吃的话尽管吃 可这东西 对身体没好处吧 好处吗 搞什么 我我怎么关心起他来了 你在这里跟我装什么可怜 你以为你这个样子 我就不会对你下手了 没饭吃和丢了命 你觉得哪个更严重 你 嗨 太诡异了 我 我现在要对一个没有还手 在捡玉米新吃的人下杀手吗 这样的我 还是我吗 是啊 无论是从道德 社会还是伦理的角度思考 我都不应该这么做 可这样真的对吗 玄武杀过的人 或许比我见过的人都多 是假的 这都是假的 你是玄武的弱点 只要杀了你 玄武一定会死 你不是一直都想死吗 我成全你 喂 为什么 为什么他 他不反抗 为什么他 他的反应 这么真实 真实到 我明确地感觉到 一条生命正在我的手里消失 杀了我 你 现在 我到底要该怎么办 他 他的有一只眼睛 静 竟然多了一颗 一颗瞳孔吗 你 九姐